9种糖尿病不可以吃的早餐饮食 影片还未开始之前 别忘了按下订阅、点赞以及打开小铃铛 我们每星期都会有精彩的新片上架 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在上一集影片 我们分享了8种糖尿病不可以吃的高糖早餐食物 你收看了吗? 如果你已经看了 我要谢谢你的捧场 如果你还没看见 如果你没收看记得不要错过哦 吃早餐原本就是一件简单和开心的事情 不过当你或身边的亲人不幸患上糖尿病 早餐就会成为你和家人的烦恼 因为很多平常可以吃的早餐食物 或许都不再适合糖尿病的朋友 饮食是导致糖尿病的主要因素 虽然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的道理 不过问题是市面上有层出不穷的加工食品 这些食品通常都打着健康的品牌 而且又拥有漂亮的包装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分辨 什么是不利糖尿病的早餐食物 为了帮助糖尿病发现更多不健康的早餐食物 这一集的妙以下 我们就一起去倒数 9种糖尿病不可以吃的早餐饮食 我们马上开始 排名第9 饼干和能量棒 饼干是便宜又方便的加工食品 不过它不是糖尿门的健康早餐 即使是含有坚果成分的能量棒 也未必适合糖尿病的朋友 如果你有注意食品标签的习惯 你应该知道饼干和能量棒都含有高热量 每100克原味饼干含有高达212大卡热量 每100克蛋白能量棒含有高达352大卡热量 因为饼干和能量棒的主要材料包括了精致面粉 糖分和反式脂肪 这些都是不利血糖、血脂和血压的成分 由于饼干和能量棒都是吃不饱的食物 如果把它们当成早餐 你会很容易吃过量 一个不小心就会连累餐后血糖飙升 所以饼干或能量棒只可以当成糖尤门偶尔的零食 而不是每一天的早餐 排名第8 肉桂卷面包 新鲜出炉的肉桂卷面包有一种香香甜甜的味道 会让人恨不得把它吃完 如果你患有糖尿病 你不可以吃肉桂卷面包 因为肉桂卷面包是高升糖的食物 升糖指数高达71 会很容易造成餐后血糖飙升 无论是外面卖的或者是自己做的肉桂卷面包 都不适合糖尿病的朋友 因为它们同样含有高碳水、高热量和高糖分 以一小卷自己亲手做的肉桂卷面包来计算 它都已经含有高达200大卡热量 44克碳水、6克糖分 即使早餐只吃一两卷肉桂卷面包 它都足以导致餐后血糖飙升 餐后血糖飙升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它会引起各种并发症 包括脚受伤和导致节肢、双目失明等等 如果你不希望看见餐后血糖飙升 最好还是以全麦面包来代替肉桂卷面包 早餐对任何人都很重要 每星期不吃早餐一次 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6% 每星期不吃早餐四次 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55% 不吃早餐不但对病情没有帮助 还会恶化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 如果你不知道早餐可以或者不可以吃什么 建议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 8种糖尿病可以吃的早餐食物 以及8种糖尿病不可以吃的早餐食物 好的 我们继续揭晓排名第7的地雷早餐食物 排名第7 贝果 贝果配佐料是很有吸引力的西式早餐 不过对糖尿来说它是不健康的食物 因为贝果是高碳水和高升糖的食物 最容易导致餐后血糖飙升 所以不吃贝果一点都不可惜 贝果含有大量的白面粉 而白面粉就是坏碳水 每一个普通体型的原味贝果含高达79%碳水 所以它并不适合糖尿病的朋友 升糖指数是用来衡量食物所产生的餐后血糖波动 它以0到100的升高幅度和速度来衡量食物质量 所产生的餐后血糖反应 由于贝果的升糖指数高达72 所以它属于高升糖食物 会很容易造成餐后血糖飙升 所以奉劝糖友们早餐最好不要吃贝果 薯条是很香很脆很可口的食物 不过它同时也有很多坏处 它会导致癌症、血糖飙升、提高胆固醇等等 经过高温油炸的淀粉类食物包括薯条 还会产生一种称为丙烯鲜娜的有害物质 这种物质很有可能是人类的致癌物质 此外薯条又属于高碳水和高升糖的食物 每一份快餐薯条含有50%碳水 升糖指数高达75 而且吃薯条会很容易吃上瘾 所以早餐吃薯条 你的餐后血糖一定会飙升 如果你不希望血糖搭上快车 早餐最好不要吃薯条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很好奇 什么食物排在前三名或者排在第一名 那就要耐心把影片看到最后 我们将会一一揭晓更多更高升糖的早餐食物 排名第五甜甜圈 甜甜圈是又甜又可爱的食物 不过不代表它对糖友们没有杀伤力 甜甜圈含有高升糖 升糖指数高达75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导致餐后血糖飙升 每一个甜甜圈都是经过高温油炸或者烘焙的甜食 它隐藏着大量的精致面粉、糖分和油脂 所以吃甜甜圈还会引起糖果醇过高 我知道有些糖友会认为原味甜甜圈不会太甜 吃一个应该问题不大 我劝你不要打这个主意 无论有没有裹上糖浆的甜甜圈 都不适合糖尿病的朋友 因为它们同样含有高糖分 每吃一个三寸大小的原味甜甜圈 你会吃下2.3茶匙糖分 每吃一个三寸大小裹上糖浆或巧克力酱的甜甜圈 你会吃下5茶匙糖分 如果早餐吃一两个甜甜圈 另加一杯含糖饮料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餐后血糖一定会飙升 如果你依然很关心自己的血糖 我劝你早餐最好不要吃甜甜圈 排名第四 微化饼 越来越多人喜欢在家里做微化饼 因为它是好看又好吃的早餐 朋友们你要注意 微化饼是你的地雷早餐 因为微化饼玉拌粉含有高碳水和高生糖 每一片4寸大小的原味微化饼含高达63%碳水 生糖指数高达76 虽然加上各种配料的微化饼可以带来视觉上的惊喜 但是这份瞬间的惊喜分分钟会换来血糖飙升的惊吓 巧克力酱、糖浆、雪糕、水果等等都是配搭微化饼的魔鬼食材 也是导致餐后血糖飙升的帮凶 如果你不希望这些魔鬼进入你的血糖 最好是少吃或者不吃微化饼 排名第三 果汁 任何人都会赞同水果很健康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纤维、克氧化剂和水分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喝果汁也会很健康 如果你是糖友 你可以适当地吃水果 但是不可以喝果汁 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 每一个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取不超过6茶匙糖分 由于榨汁过程所提取的果汁已经流失了纤维 以及含有大量的浓缩果糖 所以导致果汁会含有高糖分 如果早餐喝一杯果汁 你会很容易摄取超过6茶匙糖分 每喝一杯鲜榨苹果汁 就等于吞下6.5茶匙砂糖 每喝一杯鲜榨葡萄汁 就等于吞下8.9茶匙砂糖 所以你千万不要低估了鲜榨果汁的糖分 早上喝果汁会加速糖进入血液的吸收速度 接着就会导致餐后血糖迅速飙升 如果你是糖友 早餐最好不要喝果汁 排名第二玉米面条 面食是人见人爱的早餐 尤其是面条 如果你是喜欢面条的糖友 你要注意你不可以吃玉米面条 因为玉米面条含有高碳水和高生糖 每一杯煮熟的玉米面条含高达87%碳水 生糖指数高达78 所以会很容易造成餐后血糖飙升 玉米面条是由玉米粉制成的面条 而玉米粉是一种高热量的坏碳水 刚刚跟大家解释过坏碳水是导致血糖飙升的元凶 所以无论是净吃玉米面条或者配上酱汁的玉米面条 都会有可能导致餐后血糖飙升 如果你的餐后血糖一直都不理想 建议选择全麦面条 避免玉米面条 排名第一 印度风味的早餐都很好吃 印度煎饼是容易导致肥胖的食物 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米浆 米浆含有高碳水和高生糖 每一杯米浆含有高达80%碳水 生糖指数高达86 所以早餐吃印度煎饼会很容易导致餐后血糖飙升 每一片Roti Canine的生糖指数高达70 每一片Dose的生糖指数高达77 每一片Chapati的生糖指数高达81 糖尿病的饮食必须管理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选择好碳水和避免坏碳水 在摄取好碳水的同时 你又必须懂得控制每一餐的分量 印度煎饼通常又半有淀粉类的蘸酱 淀粉就是其中一种碳水化合物 虽然印度煎饼配蘸酱是很好吃的早餐 不过问题是你会很容易摄取过多的碳水 过多的碳水最终会导致餐后血糖飙升 如果你是不善于管理碳水的糖友 早餐不建议吃印度煎饼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9种糖尿病不可以吃的早餐饮食 包括了饼干和能量棒 肉桂卷面包 贝果 薯条 甜甜圈 微花饼 果汁 玉米面条 以及印度煎饼 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实用吗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马上在影片下方留言交流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宝贵意见或许可以帮助其他朋友 离开之前记得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 有了您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期待下一集可以再陪你 瞄一下生活里的大小事 拜拜 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 大小我 嗨 小我 嗨 嗨